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None of the typical romance I don't like plans Don't把这些心抬走 第一眼之外伤了的人 是什么人 这感觉能多久 我相信一尊寻爱的基本 标准反复时的心动缓慢 你的接近让我觉得突然 有一种心跳反常不安 神经变得敏感 like 我竟然对着你笑容泛滥 you're a hazard to my health but there ain't nobody else like no hazard to my health like no hazard to my health like do you to take me on a date don't be so lame 当我在你怀中 婚礼即将开始 新娘就位 新郎就位 别犹豫 别犹豫 就停在这里 这一刻 感知爱来临 两颗心慢慢的靠近 慢慢拼走爱的轨迹 我愿意都跟随你 只要你说你 好的 现在是交换戒指环节 我们新郎来给新娘戴戒指 灯光老师 灯光跟上 灯光可以吗 灯光老师 好 好 接下来是亲吻环节 新郎来亲吻新娘 来 二位 靠近一点 好 我们灯光调整一下 来 再靠近一点 二位 能不能专业一点 再来 来 再靠近一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思念 太感谢你来帮我救场了 应该的嘛 肚子怎么样了 跑全了 多亏了我太太的药 刚才那位 那是伴娘孟小姐 你也看到了 她做伴娘非常专业 怎么样 漂亮 那是你她的闺蜜吗 不是 花钱请来的 职业伴娘 据说已经做了三十多次了 走 我给你介绍一下 走 孟小姐呢 在那边 好 孟小姐打扰一下 谁啊 我郁阳 给你介绍一下我同学 你们见过的 冷思明 孟好甜 冷思明 冷思明 刚才配合得不错 一对新人 心连着心 手牵着手 向我们缓缓走来 世间有一种定情信物 预示着二位新人的爱情 将更加的珍贵 更加的永久 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为二位新人 呈上爱的纸环 新娘 此刻也请你亲手把这为戒指 戴在你先生的无名纸上 在所有兵朋友们的祝福下 新郎 此刻你可以张开你男人的臂膀 去拥抱并亲吻 你美丽的新娘了 再来一个 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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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恭喜 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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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伟账endoком 手要静下的 这样这样这样 这样这样 手要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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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根本不不得了 过去玩吧 谢谢 你是我见过 当地最大的魏京人员 我不干了 你现在不能走啊 伴郎 孟小姐 你可算是来了 怎么了 伴郎他不干了 为什么 他跟西郎那边的亲戚 不知道怎么就吵起来了 甩手就要走人 我拉都拉不住 你说现在可怎么办啊 咱们伴郎必须要有啊 好 伴郎 你有183吗 有啊 太好了 因为之前特有点状况 伴郎走了 但是我不允许 婚礼出任何问题 我已经看了一圈了 就你能套上他的衣服 你帮个忙 不行 我没做过 没经验 没有关系 司翼会教你的 你是余杨的好兄弟吧 对 是 那你还犹豫什么 又不需要你替兄弟两雷插刀 当个旧场的伴郎 保证婚礼顺利完成 不管用什么方式 这就是我的工作 可是我认为以你的条件 做这份工作有点驱财了 以你的条件 不做这份工作有点可惜 所以你是在夸我 做也可以 你也喝一个 喝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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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先生 喝一个 喝一个 你酒量怎么样 喝一个 喝一个 兄弟们 咱们进行下一个环节 老规矩 哪一方赢了 把红包全部带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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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先生 我先干为敬 我自己表现了 变成一检 这是它的5 känns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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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勋力不长 好 勋力不长 自己 2012 你得去上班 你就喝两杯 装醉 还行吗 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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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喝多了 谢谢啦 谢谢啦 天姐 视频传到公司官博了 咱俩还不错 您好 我们是帕视频的工作人员 我们想做一个街头的采访 然后我想问一下你们 嗯 结婚了吗 没有 我们还年轻 那如果 行 来 呀 什么声音啊 不知道啊 我去那边看一下 你先照顾一下他们 好 快去吧 好 她应该是没注意 糊里糊涂随便进了房间 实在对不住啊 孟小姐 知道她酒量差 没想到差成这样 你知道她不能喝 说还行的一般都不能喝 酒量好的都说自己喝不了 原来你早把她看透了 来吧 超时费 不说八点整吗 现在已经九点零七分了 某零去算一个小时吧 我还以为 好 没问题 没问题 她怎么办呢 这样吧 孟小姐 她呢 是开车来的 我给你俩交一代价 再给你多加一个小时的费用 你帮我把她送回去 怎么样 算了 看在大红包的份上 车钥匙跟地址给我了 谢谢你 我证据去给你拿 不过孟小姐 你放心 她喝得少代谢快 四五个小时就代谢完了 就让你费心啦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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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晕 你这个套路也要老套了啊 对啊 我想吐啊 随便吐 对你真好 没关系 反正是你的车 你 你别吐我身上了啊 要不要停车 师傅 要不你把那个勤设计鲁鱼转过来吧 省得待会儿吐车 是要过咱俩 你这人吧 哪儿都好 这身上太谨慎了 人长得漂亮 但是不够可爱 来 坐 你 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 太伤了 别说我不照顾你啊 我可对你人之意尽了已经 自己用脸这样 好 手机 你把我手机了 好 哇 我没有画的 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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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你好 喂 孟小姐吗 我是老司明 昨天的一个伴郎 你怎么会有我电话呢 拜托 你拿的是我的手机 孟小姐 今天晚上七点 我要拿回我的手机 你订个地方 好 花一堂花店吧 到了给我打电话 好 没事 我先挂了 等等 刚刚有人给你打电话 说时间提早半个小时 自称李总 是 你确定是李总吗 哎 哎哎哎哎 那孙明我现在有个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时序还帮我忙 你打开我的电话 找到叫冯帅的一个人 跟他说十一点之前 必须到达战场 我的手机密码是 三三二三三四 冯帅的电话你记得吗 什么意思啊 九三零六零七 你自己打吧 不 不分别 还有啊 有人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记得帮我接一下 你就醒了吗 就开车 别被抓酒店 放心 我已经自测过酒精含量了 完全符合驾车标准 这点就不劳你费心了 九三零六零七 好 行 我看一下 行 你去工程部吧 我这边走吧 你这边都没填 你到那边再去填一下吧 你这边都没填泉 再去填吧 你去公关部吧 那 您好 请问您是根据什么 来分配实际生的呢 你表田了吗 快田 现在市场部还缺一个人 为什么是市场部啊 本来这么多为什么 随机分配的 不是应该按照每一个人的特质来分配吗 然后再测试MVTi 能留在林志的实习生 哪一个不是十八班五一样样精通 再说了 我们每周三五十个 哪有时间一个个测过去 你愿意留不愿意走 实在不好意思啊李总 今天只能在公司楼下招待你了 我们公司最近啊正在搬家 搞得乱七八糟的 请您见谅啊 这文宣大厦不是挺气派的吗 干吗还搬家呀 气派是气派 我们公司最近的业务扩展得太快了 人有点坐不下了 可以啊孟总 那几天不见这飞黄腾打了 哪里的话 李总 我最近呢托朋友在国外 给你带着点糖 林卡五折糖特别好吃 上次周总来啊 还特意带走了好几包呢 是五行传媒的周遇啊 对啊 说来也巧了 我们公司做了一期 关于女性八零后主题的视频 周总的太太看了可喜欢了呢 这世界可真小啊 我和周总是校友 又是同行 上星星我们还一块儿喝茶呢 是吗 对啊 真的太巧了 对啊 巧啊 您吃糖 孟总 太巧了 在这儿碰上您了 我正在谈正事呢 你有事吗 我有个小事想跟您说 您公司旁边那个单位 最近有意想搬迁 所以您可以把整层楼都租下来 还不用搬家了 多省事儿 好的 我会考虑的 好嘞 孟总 那您考虑好了联系我 终建小坟 不打扰您了啊 孟总 您马 您马 再见啊 真的是烦人 不早说 我们都搬了一半儿子 可不说嘛 会议的内容 我听也跟你说过了 没关系啊 不是跟你说过吗 去市场部 总做地方了 这就是会议室 快出去 袁总要来了 不是 我是 我是来 袁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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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总已经来了 袁总 大家好啊 我是新来的总裁 我叫冷思明 袁总呢 是由李东海李总亲自推荐 老袁总亲自面试录影的高坚人才 希望袁总能给我们灵智带来更多全新的活动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今天我刚一进公司啊 就感受到了各个部门同事 对我的鼓励和善意 我想用我的基础支持 先从内部搞起 具体从哪个部门搞起呢 不如先从 人事部 我们公司的人事部压力是最大的 每天要面对庞大的实习生 真的是很难分配跟管理 所以我打算今天之内 做出一个线上汇总 包括在线MVTi 和半加密打翻系统 还有心仪部门选择等 尽量做到五指化 减轻人事部的压力 还真是巧了 孟总 您看 周总助理刚给我发了一些他们家一人资料 好 说是想上我们下一期00后主题的视频 好 你先跟他对接吧 回头我跟他见面聊聊细节 好 行 您吃糖 不了 那要不这样 那个孟总啊 合同呢 你尽快给我发过来 我让法部先过一过 没问题 那好 没问题 你送李总 把糖袋上 这不好意思啊 合同设计中说定了 好 谢谢啊 不送了啊 好 回见 来 李总 慢走 天姐 咱们这么做靠谱嘛 我心里有点没底啊 怕什么呀 你对我业务能力没有信心吗 咱们可能对你没信心啊 我是对李总没信心 我怕他知道咱们公司这规模 就五个人 那就是了 李总要的是我们的业务成果 又不是要我们的办公场所 只要把合同签了 我绝对有把握 不让他后悔 走了 走 喂 嗨 晚上有空吗 要不要出来喝一杯啊 不好意思啊 要连是手机的主人 麻烦你晚上七点以后再打过来 你是谁啊 是不是冷思明的手机嘛 不是刚结完婚吗 又找我约会 整这么浪漫 浪漫也不跟你浪漫呀 说吧 找我来干吗 你不是休婚嫁吗 还说呢 我这刚睡醒 就看等部门小组群里的八卦 说来了一个一鸣惊人的帅气CTO 上来就把HR的人噎着了 但这个人事部主管 是小袁总的人 从他接管林智的那天起 就跟着他 我这第一天就踩雷 自己还美着呢 但是结果是好的呀 证明各个部门都是有需求的 放心吧 心里有数 你有什么数啊 之前CTO的人选 公司可是都传遍了啊 小袁总有意 从你的部门里提拔一个 你手底下那几个总监 可是都有机会的 结果呢 你空降了 挡了谁的道我不好说 你自己可是留点心吧 知道了 你这字也太大了吧 你缩到正常大小行吗 可以 天剑 天剑 行 可以 那我直接打夜了 嗯 多打你几分啊 天剑 天剑 你电话一直在响 喂 喂 宝贝你在干嘛呀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不好意思啊 不是你的宝贝 如果你要找你的宝贝 请晚上七点以后再打过来 谢谢 别怪啊 你是谁 去哪儿啊 去哪儿了 这个还没有真迷迈呢 再看一眼 反应完了是吧 嗯 让我孙明给我电话 我有急事找他 真的很急 十万活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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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雷雷姐 这满天心一插上去 整束花看着都舒服了 虚实相应 高低平衡 这插花呀 就像做人 把亲众弄明白了 才能赏心悦莫 是哪位美女这么才华横溢啊 崇拜我就直说 别说话这么酸溜溜的 我可不敢 我只是想说 这一满一滴的才华 是不是该打扫了 我来扫 我来扫 这满水的鲜花你不看 我老盯着账本看 不累啊 要不是我盯着这账本 再把业务给搞上去 把你这些美丽的鲜花 都搬到婚庆上去 你那些虚实啊 平衡 别说人心了 就连人味都没有 俗气 我俗气 你仙气 咱俩谈半配嘛 嘿 你干嘛 别提了 手机拿错了 我竟一天都没有吃上饭呢 那我弄点养生餐给你吃 别 你那些汤汤水水 我这个俗人可填不饱肚子 你这个点还没吃饭 你是不是又当爸娘去了 那个你别动 接着插花 我去先单 孟姐姐 这是给我清单 您看一下 好 慢点 送给你 漂亮姐姐 谢谢啊 你又不是第一次见我了 但是这是第一次送给你花 谢谢你 对我们生意的照顾 不客气 再见 再见 你的笔 看不出来 人缘还挺好的 看不出来你还挺八卦的 为什么约在这儿啊 我朋友的店 手机呢 哦 再见 昨天晚上 谢谢照顾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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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刚刚那位就是昨天的伴郎 你们拿错了手机 你们怎么办到拿错手机的 眼睛一是乎乎 脑袋一是乎乎就拿错咯 行行行 这题先跳过 你倒是告诉我 为什么又去做伴娘了 你知不知道做了三次伴娘 就嫁不出去了 还有此等好事啊 还没好甜 都做了三十六次了 也不太是这一次嘛 那真的不是我说你 我知道你是想多挣点钱 那有必要那么累吗 把这么多份工 你找个好男人照顾你不香吗 你看我 老罗对我多好 婚姻对我来说就是双赢 要是没有老罗 也不会有今天的花一堂啊 你真是妄自菲薄啦 你烧花本来就是一局 就算咱俩不是朋友 我也会从你这儿进化的 上个月的两笔订单 已经到账了 我把地址送给小野 你记得给人开发票啊 行 知道了 你上个月的钱单灯红呢 我已经打你账上了 我会查账的 你不相信我 你有钱可 你别这么计较行不行 又没多少钱 老是计较那些 钱八百的零头 你打多少啊 真词就 五万吧 又给我多打八千 姜蕾蕾 你为什么每次都要 给我多打钱啊 你是看不起我还是怎样啊 我 没打多吧 行 那么请你在看不起我的道路上 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不偏不移不动摇 谢谢 好嘞 艾米 嗯 东西准备好了吗 下午就要用了 我们又找到了一些新的素材 我们都觉得太好了 一定得放进去 来 请我保证 好嘞 不好了 天天 李总来了 他扔着干嘛呀 他到区外面的咖啡厅 来不及了 冯总 这才是真正的派视频吧 李总 李总 我可以解释 是 王小姐 什么意思 你把我当猴耍的 我公司创立只有三年 我根本就租不起那个地方 如果是这扇门 恐怕你连看都不会看我们一眼 我们公司是做内容的 我这么做也是希望 能够有机会让你能好好看一看我们的内容 我相信派视频是有能力完成你的所有要求 甚至比那些夸夸其谈的公司做得还要好 我们缺的只是一扇 你这么做你让我怎么会相信 我们的方案上次您已经看过了 现在我把真正的门打开了 愿不愿意进来 我尊重您的选择 天姐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周总联系上了吗 我们跟五行的人那边联系过了 但是他们就是不肯给周总联系方式 我出去一趟 东西做好放我手机上 好 今后还得也是您做造物 这可您放心 但原因这方面呢 我们还是决定用赵世言吧 毕竟合作了这么多年 大家也都很满意 还有劳周总准备一下续约的合同 一定一定 思敏 正好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公司新来的首席 孟思敏 这位是五行传媒的周总 专门负责咱们产品代言方面的业务 这么年轻啊 幸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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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总 我听说赵世言的约马上就要到期了 你有什么看法吗 我今天请周总来也是商量这方面的事 赵世言这儿呢 我有把握 涨幅不会超过百分之二十 也就是我方宣发费的百分之六十 没想到你刚来公司不久 各方面的业务了解得还挺快 我点事得先走一步 思敏 你帮我送一下周总 赵世言呢 今年新拿了奖 他的其他的代言的涨幅都已经超过了百分之五十 龙总 你消息这么灵通 应该有所了解吧 按照周总的意思来说 这么高都算是友情价了 价格是市场定的 我们呢 应该顺应趋势 龙总 今天我太太过生日 那我就先失败了 有时间去我那儿转转 那就不打扰了 友情价 你怎么会来灵智啊 袁总 好久不见啊 袁总 你这么称呼我 也未免太过身份了吧 当初你不是在我跟师爷之间 选择了后者吗 这个称呼恰如其分啊 听你这么说是还在怪我是吧 我当初说了只是让你等一等我 是你自己不肯 等你坐上林志总裁的位置 在谈欢论嫁吗 很显然你现在也没有成功 所以当初我的选择和判断 都是无比正确的 没想到这么多年 你这脾气真是一点都没变啊 不过我觉得虽然咱们分手嘛 但你说话也不至于这样句句带刺吧 没有 袁总你想多了 这大厅广众的 你跟我说这些也不太合适吧 赵施嫁的合同这块呢 记得先把 先把这些合同分错 周总 好久不见 你是 我是拍视频的孟浩田 幸会 不好意思啊 我有急事我得先走 周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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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占用你一分钟的时间 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视频 想让你看一下 保证不会让你失望 您稍等一下马上就好了 实在不好意思啊 我真的赶时间 好吧 不好意思啊周总 我今天有点冒昧 请人收下我的名片 行 有时间我们好好聊吧 周总 不好意思啊 需要帮忙吗 周总 帮我追上前面那点蓝色的车 就在前面了 你怎么回事啊 我不是让你盯住了吗 难道你要让我违反交通规则吗 我很好奇啊 你到底是做什么的 为什么业务如此的拱范 而且为什么非要追周总不可呢 你知道什么呀 我不光非他不可 我还非今天不可 那你知不知道 今天周总是给他老婆过生日的 废话 要不然我追他干吗 你 你认识他呀 说服我吧 另一个答案 冷酷本来就是 这个世界的常态 所以最高贵的腔味 总是满身带刺 如果你要我 就别成为我的过去 拙劣地复制屁 让我看看你 究竟有多少的本事 能看透山茶花瓣里面 没有被理解的甜蜜的诗 如果你要我 就别成为我的过去 拙劣地复制屁 让我看看你 究竟有多大的本事 能看透山茶花瓣里面 没有被解开的甜蜜和虚语 再 Ana 半茶花的虚语 leursots 쓰고